泽利宇宙 大结局 人类的终局之战 公元四万年前后 人类首次将泽利文明赶出了银河系 但战争的胜利也让曾经的军政社会体系迅速崩塌 人类世界开始四分五裂 很久之后 人类找到了一项共同的目标 能够让人类重新联合起来 那便是飞出银河系 向本超星系团中的泽利聚集点发起攻击 然而此时 人类依然对泽利文明的行驶动机都一无所知 这场愚昧且傲慢的战役 史称终局之战 人类也即将迎来自己的落日 在此之前 让我们将目光回到宇宙大爆炸之初 因为这些因素与战争的走向息息相关 在泽利宇宙中 生命其实在宇宙极为年轻时就出现了 在宇宙大爆炸的普朗克纪元便出现了智慧文明 他们目睹并有意识地影响了早期宇宙中的重大事件 这些文明之间建立了某种共生关系 随着逐渐的演化 最后出现了被称为重子文明的代表 泽利文明 然而 宇宙并不是重子物质的天下 在可观测宇宙中 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占比达到了95% 在暗物质宇宙中也诞生出了智慧文明 由于暗物质与重子物质除了引力作用外 其他的相互作用极其微弱 所以两种文明长期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它们本是两个完全陌生且互不相同的阵营 但是身处在同一个宇宙中 根源上的差异 也造就了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种矛盾最终演变成了战争 并持续了一百多亿年 期间 宇宙中无数文明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诞生了 包括人类文明 人类在遭遇了多重地外文明入侵之后 开始主动侵略地外文明 直至成为银河系中最强大的文明 并将泽力赶出了银河系 但是众子文明与暗物质生命的矛盾依然在延续 不过此时它们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因为在可观测宇宙中 大量的恒星正在加速老化 而且多数恒星变得极为稳定 就连超新星爆发等现象也变得越来越罕见 导致新的恒星难以再形成 宇宙正在加速走向热计 公元十万年 人类开始频繁观测到 恒星加速老化的现象 一颗颗普通的恒星 原本在几十亿年后 才会逐渐膨胀为红巨星 或变成超新星爆发 但如今这一过程 却缩短到了几百万年 进一步研究发现 导致这类现象的原因 可能是暗物质 暗物质聚集在恒星内部 并介入到了恒星中的核反应 只是此时的人类还不知道 这些暗物质也是一种智慧种族 并被后来的人们 称之为光微子鸟 人类早已被战争蒙蔽了双眼 无暇顾及宇宙中的异象 他们投入了史无前例的力量 向着本超新戏团中 聚影园附近的择立聚集点 发起攻击 浩浩荡荡的人类舰队 从银河系出发 直奔聚影园 他们为了满足战争的后勤补给 将一艘艘星舰 打造成了完整的生态圈 人类用这些星舰战斗 也在星舰上繁衍生息 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后裔 在这场战争中潜伏后继 在战场前线 聚影园附近盘踞着 大量的泽立飞行器 但是这场战争 与人类接触过的战争 都不相同 因为人类开始攻击泽立的舰队后 泽立飞行器就没有过反击 而是选择集体撤离 把这片空间留给了人类 他们就像无视人类的存在一样 任凭人类肆意摧毁 各种泽立遗留下来的建筑物 起初 人类为这样的战争开局 而欢呼雀跃 但奇怪的是 后来泽立与人类的相遇 都遭遇了同样的结果 泽立给了人类一次又一次 莫名其妙 又毫无意义的胜利 而泽立依然在把一颗颗恒星 用奇特的装置包裹起来 做着人类看不懂的事情 人类的攻击从未停止 一波又一波 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攻击着泽立的防御攻势 把战争碎片留在这片广阔的空间里 最后 就连那些碎片也被加工提炼 变成了战争武器 这场战争持续了数十万年之久 人类社会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战争前线不同的是 后方银河系中 许多人类的居住区 开始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和生存方式 随着银河系中许多恒星加速老化 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系 变得愈发寒冷 而被人类抛弃 一部分人 踏上了寻找新家园的旅程 一部分人类 选择成为纯粹的虚拟意识 放弃了肉身 也有的人类群体 选择了不同的进化方式 比如 在一颗恒星周围 环绕着的一层浓稠的液体 那是被人类后裔改造成的 环形海洋 它们重塑了自己的后代 使后代像鱼一样 在海洋里游来游去 它们与旧世界的人类的 唯一相似之处 可能仅剩下 少得可怜的相似基因 而太阳系 也遭遇了末日 太阳在加速老化中 迅速向着红巨星形态发展 内太阳系的行星 都葬身于火海之中 仅仅在火星上 就有大量的虚拟生命 因不愿逃离而被吞噬 幸运的是 地球逃过了此劫 残存的人类 在可以搏带 海量的彗星 安装了GUT引擎 以驶向内太阳系 并以数千年的轨道扰动 从而改变了地球的运行轨道 并通过微调控制 逐渐将地球拖拽至土星轨道 如此 人类社会割裂的现象 频频出现 曾经让人类团结起来的信念 也在逐渐坍塌 整个人类社会 以一种自然的 不可逆转的态势 走向了衰落 而那些逃离寒冷星系 寻找新家园的人类发现 它们所行径的地方 多数恒星都在加速衰老 这种曾经被视为 宇宙异象的恒星变化 到现在才开始 引起人们的重视 但是 以人类的力量 难以改变宇宙 走向寒冷的大趋势 公元50万年 那场毫无意义 四处寻找敌人的战争 依然在苦苦维持 战场上的失利 和人类社会衰落的 双重精神折磨 让人类开始思考 是否还有 继续战争的必要 从而无心维持一场 几乎没有胜利可能的战争 人类联合体 最终还是分裂了 这场漫长的战争 以责力无视人类的存在 而告终 这次分裂之后 人类再也没有形成 新的联合正体 而是四散在宇宙中 人类的命运 就如同宇宙的命运一样 在欲发寒冷的宇宙中 相继死去 公元七十万年 泽力对银河系 展开了名为鞭挞的行动 人们观测到 泽力利用特殊的装置 将银河系的部分恒星 锁进了他们的建筑之中 而定居在这些恒星周围的人类 只能撤离或死去 泽力的冷酷 让人类再一次 通其爆发了战争 但这场战争依然以泽力的无视而告终 反而泽力继续着封装恒星的工作 面对愈发寒冷的宇宙 泽力释放出了大量的站台装置 通过这种装置 那些散落在宇宙中的文明 可以进入一个口袋宇宙中 这个小宇宙 是大宇宙中的一个皱褶 那里没有加速衰老的恒星 也没有泽力文明 它不与大宇宙产生作用 不少文明以及人类都选择了 前往小宇宙中 而残存的人类 应眷恋故土 或选择继续与泽力对抗 留在了寒冷的地球上 公元一百万年 人们发现 宇宙的衰老与暗物质的运动 似乎都在加速 这期间 人类的反抗力量 试图与泽力做最后的对抗 但这一次 泽力选择了反击 他们展开了对太阳系最后的围攻 不过 并没有将人类赶尽杀绝 而是用时间立场 将地球封锁进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围堵中 这个空间彻底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也断送了人类试图反抗的一切念头 只留下了一个难以寻觅的出口 到了这时 人类才发现自己的渺小与狂妄 泽力是人类永远也无法战胜的存在 就像一群草原上的原类 却总在试图挑战宇宙中的超级文明 泽力就像大人一样 关起了自己调皮的孩子 而此时的泽力 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那就是对抗宇宙中 所有重子生命的 共同敌人 泽力文明在进化的路程中 曾遭遇过强大的敌人 暗物质生命 光微子鸟 它们之间有过一场持续了上百亿年的战争 从宇宙大爆炸后三十多亿年 一直持续到现在 光微子鸟栖息在宇宙中众多的恒星中 以其核心能量为实 而正常恒星演化 会给它们的栖息地带来风险 所以光微子鸟会逐渐终止恒星的核聚变 从而使恒星过早地老化为白矮星 由于暗物质与重子物质除了引力作用外 其他的相互作用极其微弱 在早期 光微子鸟可能不知道 宇宙中有其他形式的生命存在 但它们的行为对于宇宙的未来而言 缺少了超新星爆发 黑洞形成等自然现象 宇宙会加速进入热剂 当意识到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后 泽利与其爆发了漫长的战争 现在这场持续了上百亿年的战争 即将画上句号 越来越寒冷的宇宙策证了泽利的失败 也预示了宇宙中一切重子生命的最终命运 纵使泽利将自己的糖块装置撒遍宇宙 以其用修改时间线的方式 改变自己种族的进化历程 以对抗光微子鸟 也纵使泽利利用特殊装置 封装起了有待拯救的恒星 但泽利还是失败了 因此泽利建造了大环 这个位于拉尼亚凯亚超新戏团中的巨影园 它其实是通往另一个宇宙的逃生口 公元四百万年 大环建造完成 泽利开始了浩浩荡荡的迁徙过程 不少还幸存的文明也加入了迁徙过程 无数的飞行器通过环去往了未知的宇宙 而地球被封存到独立空间中 已过去了几百万年 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社会也从科技时代 逐渐衰退回了原始的刀跟火重时代 但是一部分幸运的人们还是找到了这个空间中唯一的逃生口 那是一艘泽利被人类预留的飞船 残存的人类最终乘坐这艘飞船前往了大环 剩余的人类依然不愿离去 则永远地生活在了地球上 而外面的宇宙中 可见的恒星越来越少 对于光微子鸟来说 它们的栖息地开始变得越来越少 于是便将愤怒发泄于封装起恒星的泽利 它们开始疯狂地攻击大环 而种子生命的迁徙过程 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 这时候夸克斯文明居然占了出来 作为宇宙中最后撤离的种子生命 这个曾经占领地球又被人类击退的湍流文明 并没有消亡 而是在许多气态行星中开始了繁衍和进化 直至现在 它们也意识到了宇宙的终极真相 一切种子生命都存在共同的宿敌 光微子鸟 纵使皮肤难以撼动大树 但夸克斯人还是试图拖住光微子鸟进攻的脚步 它们加速了一颗小恒星 扔向了光微子鸟的作战中心 打散了对方的攻击阵型 随后 夸克斯开始控制飞船 向敌军射出重力波 但是光微子鸟只用极短的时间 便恢复了攻击 并在瞬间洞穿了夸克斯的飞船 飞船的有效质量急剧增加 开始内爆 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向内融化 但是夸克斯为撤离大环的众多文明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它们用大量的牺牲捍卫了夸克斯的尊严 也捍卫了一切众子生命的尊严 在众子生命撤离结束后 大环最薄弱的部分 北光微子鸟撕下了一块碎片 这个象征着众子生命纪念碑的大环 将在不久后开始逐渐坍塌 并在往后的岁月中将消失不见 宇宙将彻底沦为暗物质的天下 公元五百万年 泽力 残存的人类 还有其他一些文明 抵达了新的宇宙 这是个年轻的宇宙 从起点爆炸到现在 还不到十亿年 这里没有恒星燃烧 几乎没有铁 没有碳 没有硅 也没有氧 更没有可供人类居住的星球 这时 泽力的飞行器 展开了暗夜的翅膀 潜入了青云 瞬间 红色的破星光束 在飞船前方炸开 引力波略过数十亿公里宽的气流 一个翻滚着的侵害团 被泽力飞行器的扰动而聚集在一起 在气团中 温度上升了数百万度 然后开始了复杂的聚变链 一颗新的恒星诞生了 然后一个接一个的恒星和行星 在泽力的操纵下也诞生了 然而泽力在做完这一切之后 便消失不见了 只留给了人类和其他文明 无限的遐想 公元一千万年 曾经的宇宙中 一切种子生命都已消亡 宇宙从爆炸之初产生的大量暗物质 也让宇宙最终走向了自己应有的归宿 光威子鸟统治了一切 但是对于它们而言 恒星的熄灭也让它们永远地失去了栖息地 在可见的岁月中 它们也将消失不见 宇宙将迅速而彻底地走向热计 也许这个宇宙中被独立封存的地球 依旧还在 也许那些逃亡到小宇宙的文明 也幸存了下来 但是热计将最终 会宣告这个宇宙的终结 科幻史诗 泽利宇宙系列 全剧中 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陪伴 和我们一同走完了这段 数亿年的时光之旅 这便是泽利宇宙 史蒂芬巴克斯特笔下的硬科幻世界 作者用多达60多部长短片 为我们勾画了这幅 灰红的宇宙图景 现在 这个宇宙已经结束 让我们开启 新的宇宙吧